哎 气死了 这爸爸永远这么不靠谱 还好回来得及时 赶紧给儿子做点好吃的 谁说豆腐没女鸟 他可是素有植物肉的美称 看一上他老妈的厨艺 那可得比肉还好吃 过了炸粉的豆腐只需要煎一下 所以这道菜用油很关键 我家平时一直用的都是卤花花生油 因为它确实是香啊 为了防止煎火手忙脚乱 我先码完再开火 脆皮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吃了 都不需要再调味了 这个菜受欢迎是有道理的 外面脆脆的 里面还是嫩嫩的 刚才煎豆腐的油正好再炒个肉末 过条豆腐火了很久了 除了料汁之外 最让我喜欢的是处理豆腐的动作 煎豆腐用卤花生油 用量也就是平时用油的一半 一瓶咱们要当两瓶用 少放点就很香 豆腐肯定不能用铲子动啊 浇上蛋液 刚才炒的肉末配菜一搭配 料汁调好也就成功了一半了 这个豆腐也是先裹个淀粉 今天真要给大家安利这瓶好油 咱民族品牌国货精品 做菜又香又健康 也是煎到两面金黄 加出来留底油 来炒酱 酸冒爆香焦又分成料汁 炒酱在下煎好的豆腐 扒了均匀 这酸甜口的茄汁豆腐也就好了 这色相肯定是一上桌就会被秒光吧 酸甜可口 儿子都能多吃一碗 快吃看了 来啦 看见总想吃 哇 老妈 以后平平无奇的豆腐 今天被你做的这么惊艳 太感动了 嗯 美味 焦脆 为了表现我是个笑声的孩子 我剩下午初 我把我妈做的豆腐大餐吃了个干净 亲自给我帮你 我把你做的豆腐大餐吃了 小吃 咚咚咚 满足你 啊 屁 哈哈哈哈哈哈